7号在台九线泰玛里街 738号前红绿灯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起火事件 蔡新的车主表示说他要把货车开去报废 没想到半路上车斗上物品突然燃烧 赶紧下车查看 而火势越来越大 赶紧通报警方和消防队协助灭火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至于为什么会起火还必须做调查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停在路边的一台小货车起火燃烧 这是7日上午9点半左右 在台九线泰玛里街738号前红绿灯 发生了一起自小货车失火事件 当时车主要将小货车开去车厂拔牌报废 没想到半路车斗上的物品突然燃烧冒烟 车主发现后赶紧将车停往路边 并用灭火器灭火 而一旁的民众也赶紧协助拨打119报案 要去他那边修理厂那边去牵车 我把这个牌 这部车只要报废 要报废啊我就另外买一部 我烧了 我是灯红灵灯 在那边说哇冒烟啊我就下来看 嗯 车过来就知道 上面有没有载什么重要的东西烧掉的 没有没有 一开始是他冒浓烟 然后他后面的车子有帮他拿 然后他就靠边停 靠边停之后应该不到两分钟吧就开始起火 对然后我们就打给那个消防队 对然后消防队大概五分钟以内就到了啦 蛮快的对啊 然后后来就起火 然后火就越烧越大 经销到场后也立即协助扑灭火事 并排除事故车辆 所幸必无人员伤亡 而起火的原因还有待消防人员调查处理 本所辖区近日发生一间自小货车自然失火案件 本分局同仁立即赶布现场 协助疏导交通及内火 所幸运及时负面火事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大五分局在此呼吁 驾驶人行车前 应先检查车辆及保持良好车况 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大五分局也呼吁驾驶人 行车前需检查车辆 保持良好车况 避免行车间发生故障及危险 维护自身及用路人安全 这讲解泰马理相报道 大五分局